大家好我是杰心 那这次基础文法的复习影片 我们要讲的是 现代进行式 现代进行式 大概是大家都知道 很熟悉的 You are watching a video I'm making a video 大家正在看一支影片 我正在做一支影片 那这个进行式正在做什么 B动词 主持加B动词加ING 这是你的句型要记住的 实验分子就是那 那这个变化就是这个ING 要怎么加 我再来详述 详细描述一下我的中文 那第一个 使用时机一定要记住 正在进行的短暂的动作 比方说我刚刚说 I'm making a video 我不会从早到晚一直都在 不是每天都在做 我是现在正在做 还有呢 比方说我现在不舒服 在英文你可以说 I'm not feeling well 第三正在做 He's not feeling well 那这边我要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大量容易弄错 就是我头痛 我现在真的头痛 每天都在头痛 你到底是为什么 天气台风来了 好 在英文不可以说 I'm having a headache 你说可是我就是现在头痛啊 为什么不可以说 I'm having a headache 错的 英文要说什么 I have a headache 因为在英文 这个叫做飞行为动词 好 就是一样我喜欢咖啡 I like coffee 我现在就喜欢 不行 没有 I'm liking coffee 我现在就要 也没有 I'm wanting 这样子 这个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好 第二个 短期间的 假如这个人说 I'm living in London 表示呢 他不是长期居住在伦敦 他假如长期居住在伦敦 他就会说 I live in London 好 短暂的习惯 讲话的时候 不一定在进行的 I'm watching his plan while he's away 好 他出差去了 我在帮他浇花 这样子 好 所以我现在在讲 我现在没有在浇花 也是可以这样子讲 是一个短期的 好 第四个 可以画一个大猩猩记号 他表达后悔的习惯的时候 可以跟always在一起用 好 I always get up early 我总是早期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这边跟进行事 进行事表示这个习惯是不好的 比方说我一天到晚在调东西 I'm always losing things I'm always losing kids 好 这个时候比较特别 好 第五个也是画一个大猩猩记号 也是台湾人比较不会用的 他可以跟未来的 好 他可以用进行事表示未来 这个未来的计划 通常有掺杂了别的人 好 I'm having a party this Saturday Are you coming 那这边是你要注意到的 他一定会有未来时间 为什么 叫我说 I'm having a party 我什么都没有讲 表示我正在开派对 好 I'm having a party this Saturday 表示这个周末 那这个句型的话呢 请大家就一定要记住 就是大家会熟悉的 注释加B动词 加动词Ing 但是学生常常会忘掉B动词 I'm wearing 不对 I'm wearing my new jeans 还有呢 就是这个Ing不见的 I'm wearing my new jeans 也不对 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有B动词动词Ing 两个 相信相爱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 绝对不要把B动词 跟动词原型 三千辈子都不要放在一起 那之前有讲过B动词很特别 它本身也是一个注动词 在这边它就是担任注动词的角色 所以否定你只要在后面讲 not就好了 我没有在说谎 I'm not lying 没有在听我讲话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这样子 好 那它的副词的话 现在 now at the moment right now right away 最近 this day 未来的时间 tomorrow 这就要稍微记一下 那动词变化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太特别讲 复习 那翻译练习 你做的越多练习的话呢 你对于时代就会越有概念 好 来最后我们要看的是 疑问句 好 刚刚讲B动词 就是一个注动词 对不对 疑问句就是把注动词 放到主词前面 Am I dreaming 我在做梦吗 有时候真的梦境分不清楚 Are you talking to me 都把B动词放到主词前面 一样 I'm not lying 不要忘掉 好 WHNG What am I doing 我到底在干嘛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 好 Whitway混坏 或加上B动词主词 动词的I'm not lying 好 一样 那边有人在游泳 是谁 是谁 Who is dreaming 好 就是我们 Who不知道是谁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做第三人称 单数来看 你说我就看到两个人 那这时候当然你就可以用复述了 Who are swimming 好 What is making that noise 好吵到底是什么声音 What is making that noise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做第三人称 单数的动词 就是Ease Who is swimming Who is making that noise 讲完了就这样子 现在进行是真的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你要记住他的 什么受用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巨型大家一定都知道 对不对 好 那下一支影片 我们会讲现在简单式 跟现在进行式的差别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伤脑筋的地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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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